嗨 我是阿俊 今天來講一個很常見 也很實用的心理現象 叫做 想像一下 當你在逛街的時候 看到了一件衣服 標籤上寫著850元 你把它拿起來看了看 覺得好像還好 就放了回去 但是 如果標籤上面寫的是 1499 1-850元 就會有種 嗚 好便宜的感覺喔 但明明就都是賣850元啊 會有這種錯覺就是因為 矛定效應 簡單來說就是 人在進行評估的時候 會將最初接收到的資訊 當中我們評估的基準 當你瞄到原價1499的瞬間 這個數字 已經在你的心中 放下了一根 這樣你對於這件衣服價格的評估 就會默默受到這船矛的影響 只會在附近搖擺 不會便宜太遠 所以當你看到特價850元 遠低於心中預期的價格時 就會產生一種 哇賺到的感覺 如果你不太相信會有這樣的影響 那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將手機分為兩邊 那你可以用手掌遮住其中的一半 像這樣 或者是這樣子 手機之好要開始囉 你覺得打噴嚏時噴出去的飛沫 它的速度比這個快還是慢 那大概是每小時多少公里呢? 可以將答案寫在留言區 那根據矛定效應 你會不自覺的以剛剛看到的數字 為基準作答 所以答案應該不會偏離那個數字太遠 到時候我們可以在留言區看看 這個實驗的效果如何 所以在留言的時候記得寫上一開始 你看到的數字是哪一個 那你認為飛沫噴出去的速度 會是每小時幾公里? 順帶一提 打噴嚏時噴出去的飛沫 時速大概是160公里 跑的跟火車差不多快 矛定效應也不是只有大品牌可以用 在1980年 有一個10歲的小女孩 安卓斯 創下了女童軍的銷售傳奇 安卓斯在挨家挨戶賣女童軍餅乾的時候 每當對方一打開門 就會先問 你願意捐3萬美元做公益嗎? 當然這基本上不會有人答應 然後安卓斯就又會再問 那能買一盒1.75美元的曲奇嗎? 這麼便宜 還不買嗎? 就這樣透過矛定效應 安卓斯在三個禮拜內 賣出了超過3000盒女童軍餅乾 創下了有史以來最高的超級紀錄 那矛定效應的影響也非常的廣泛 不僅限於數字或者是交易買賣 例如大家聽過第一印象很重要 這也是一種矛定 那這邊的第一印象不僅僅是對人 包含對品牌、對於新聞、對於事件等等的第一印象 都會成為你日後對於這些事物、判斷的基準 換言之就是你可以在一些重要的社交場合 像是面試、聚餐或者是募資說明會等等 丟下你預先打到好的毛 進而影響到他們日後對你的判斷 OK 這就是今天的內容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有想要聽的主題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說喔 不用理in喔 謝謝你 然後開始